三个概念是想解释一下相关性与边相关性 那么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那么任何两个地项两个变量之间都有各种联系 那么相关分析就是反映一个变量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变量也会发生变化 而因果关系相对相关关系来说它进一步了 那么分析一个因素是因另外一个是果 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联系 而相关关系它是一种关联关系 那么在我们大数据时代 我们更多论更重要的是探索这种相关关系 那么相关关系它两个因素它之间有相关性 但是它不一定存在这种因果关系 另外一个与我们地理空间分析有关的就是空间相关性 那么按照这个地理学第一定律 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空间相关的 距离近的事物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要更大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两幅图 那么这个空间相关性由正空间相关和负空间相关 那么正空间相关也就是说空间对象 一个空间对象它的值比较高 它的周围的值也比较高 或者它的值比较低 它的周围的值也比较低 那么这种反映一种正空间相关性 负空间相关性就是相反 就是一个空间对象的值比较高 它的周围就比较低 或者它比较低 它的周围值比较高 那么我们做分析这种正的空间相关性 那么实际上就与我们的新冠疫情是有关系的 那么新冠疫情的发展 它一般是成为这种聚集状态 当一个区域有发生的疫情比较严重 它是向周围的扣散 就存在这种正的空间相关性 那么第四个概念呢 我想解释一下这种网络化挖掘 那么前面介绍整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 同时整个世界是一个网络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种 进行这种新冠疫情的分析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按照这种网络化的思维 那么这种网络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最开始的这种规则网络 这个阶段就是随机网络 随机网络就是网络集点之间 以一个概率低进行联系 那么到现在是进入这种 复杂网络的阶段 那么复杂网络实际上是使 不同意前面的规则网络 或随机网络的具有一些特殊属性 就是小世界特性 独特的特性 层次特性 四项子特性和四组织特性的 这样一种网络 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一个是小世界网络 就是任何两个集点之间 它们产生联系 一般不会超过六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 就是无调的特性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密率分布和二八经率 就是说20%的人 占有了掌握了80%的 这种财富这样的一些规律 那么这是进行介绍的 四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